无线麦克风 Rode Wireless Go 2 撕连怎么办呢?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Rode Wireless Go 2 无线麦克风 用了一阵子以后 忽然间发现这两个跟它没有连到了 它本来这个地方是可以有讯号连到 然后就可以透过这一个接到相机 或是摄影机去录声音 可是奇怪 现在买来用了大概四五次以后 忽然间它不见了 在这里它会显示说跟它连上 这里跟它连上 但是它现在显示没有连上 然后也没有声音再跳了 这样子的话 你在相机里面录的话 就是等于是没有声音 那现在就是要跟麦克风重新连线的话 就必须要重新设定 怎么重新设定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这个12号这个按钮按下去 然后让这个1号这个地方亮了以后 你就按住 不要放 然后它就开始闪了 它在开始闪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1号机拿来 这个底下这个按钮 按两下 通了 你看 你看它现在就是有通了 1号机就跟它连上了 连上了 你看1号机它本身自己也在录 就OK了 那现在2号是不通的 同样的做法 要跟2号连上的时候 就是按住 2号也起来一个方块 然后就把它按住 不要动 然后它就开始闪了 开始闪的时候 你赶快把2号机的这个底下 也是按两下 它就通了 连线上以后 你看它的声音的bar就会跳动 就表示说有声音 所以就很容易地完成了这件事情 它会消失不见的原因 就是我们平常在操作的时候 没注意到把它关掉了 但是自己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关掉2号机 让1号机跟摄影机连线 那就是很简单 一样 你就是把方块按出来 按一下 1号机方块出来 按一下 2号机方块出来 你只要这样子 按着不要动 2号机就被关掉了 就是刚才不见的那个情况 所以我们在操作一段时间以后 原来是因为自己一直不断让按 按到它自己不见了 然后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再拿起来用的时候 以为它坏掉 其实没有 它本身自己也在录 所以就可以分开来录 比如说这个1号机 就是访问者在录 然后另外这个 就可以拿到另外一个访问者 单独录 不要进到你的摄影机 这个用法随于个人的方便去使用 那这个麦克风 它可以有一个防风罩 在外面使用的时候 它会产生有风的声音 那它就有这个毛毛球 它这个新的设计蛮好用的 就是这两边会有一个凹槽 这凹槽对着这两个点这里 把它按下去 按住 就塞进去 塞到底然后转一下 然后它就会卡得很紧 这个第二代做的比较好 卡得比较紧 第一代做的卡不紧 会掉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在录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喷麦的现象 不会因为有风声造成 互互互的声音 这个也是同样的 点对点 压下去 然后转 这样 这样就转到了 它就不会掉 很好用 这个就是 挂在身上就可以录音了 非常方便 它这个线是附送的 把这个线插在这个地方 然后另外一端插在相机上面 插在这个录音孔 這樣就可以了 自己調整 那當然有時候你如果只有一個主持人的話 那你就用一支 那兩個主持人你當然就用兩支去對 麥克風適音 麥克風適音 兩channel再錄 很方便 這樣 然後它是兩channel 兩個麥克風 那你如果有兩個主持人的話 那當然就這個 就兩個主持人一人一個 那至於是iPhone也可以使用 各式手機都可以用 但是配件上面你可能自己要 再去選購配件 希望您能支持 OFTALK輕鬆生活頻道 趕緊訂閱我們 並按下小鈴鐺及分享影片 謝謝您的觀賞 大家可以多見 按下小鈴鐺 Dec Murphy Pan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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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